这是最新型的诈骗手段 假扮成流浪汉骗流浪汉 一晚上就能赚几个亿 几个人化好妆后直奔地下商场 但流浪汉穷得连饭都吃不上 怎么可能有钱呢 哎 这就是商业机密 看这几个人接下来怎么操作 找到合适的目标后 大活子会先把人叫醒 然后一顿嘘寒问暖 说他们是流浪汉协会来的 专门给同胞送福利来了 只要加入他们的协会 政府每个月都给发30万救助金 这种好事大部分流浪汉都会加入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加入协会当然是免费的 但是得把身份证交出来 让他们拿回协会注册 而这帮人的目的 就是骗取流浪汉的身份证 因为每个身份证 可以找高利贷贷款5000万 这一晚上骗个10张就是5个亿 可几人没骗几张就出事了 大活子扒了醒一个老头 刚要说台词 结果这老头前几天被骗过 抓着他就要身份证 几个人给老头一顿踢 而这一幕都被躲在远处的 小帅和小强看到了 他们的任务是看大胡子一伙人 一晚上能骗几张身份证 小美特别叮嘱 千万别暴露 但眼看老头都要被打死了 小帅实在忍不住 冲上去就是一拳 紧跟着小强也来了 两人三两下把人打跑 人虽然救了 但也暴露了身份 小美听说后直接暴走 那两人破坏了他的计划 当场就把他俩给开了 可如果丢了这份工作 小帅就得把工资还回来 钱早都还债了 他怎么可能还得起 只好再次恳救小美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小美也是个心软之人 于是又让两人留了下来 然而第二天 假扮流浪汉的大胡子 就找上了门 还好他们的窝点有监控 提前把大门关了 但男人一眼就发现 这家的转帘门 和别人家的不一样 里面肯定有蹊跷 两人走后 富豪老头带着人来到了窝点 他已经知道这里被人盯上了 问小美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而小美说出事情的经过后 老头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还让小美几人在 也不要管这闲事 三人被骂了一顿心情很不好 就来到经常光顾的烤肉店吃饭 结果却发现这里也被砸了 一打听才知道 老板也是借了高利贷被骗了 看到这么多老百姓被骗 三人同情心同时泛滥 当时就决定要追查到底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大胡子正手足带头 等着他们上门 今天晚上 三人又跟着大胡子 来到了地下商场 结果小帅和小强刚进去 就被几十个壮汉包围了